下一位高天師啦 高天師 高天師不簡單啦 今天穿著鐵衣來到現場 很久沒有講Lightning了 我一定不緊張的 我才不緊張咧 只這樣找 這是怎樣 現在是Mac會比 無幫助 為什麼會這樣 有人有嗎 不好意思 看是山寨的那個轉接頭 OK 這是 OK 大家好 我是石油高 大家可能知道我是一個寫pro的pro hacker 然後用emax 同時也是飛行傘的飛行人 但是飛行傘是一件有點危險的事情 所以前陣子出了點意外 所以我就有了一個新的脊椎 然後就重生了嘛 有一個新的生命這樣的感覺 所以就覺得要做一個新的project 甚至應該用一個新的程式語言 甚至editor應該換一下 OK 那所以 這個開刀完之後 因為要躺大概兩個禮拜嘛 所以就 還是要這樣 我們是開圓人嘛 所以還是要寫程式對不對 那找一個project來做 大家知道就是 氣象局是上面有很多資料 一些預報啊 然後一些觀測啊 什麼資料 但是事實上 這麼多年來還是它都沒有open data API出現 那怎麼辦呢 就是很不好 大家知道氣象局有一個很詳細的預報 是三個小時 而且是每個鄉鎮式的預報 所以這個資訊還蠻不錯 只是這個網頁非常難用 那就是說你一次只能選一個地區 然後你要再看別的地方的時候 你就要去那個dropdown去找那個地方 然後再按確定 OK 那這蠻痛苦的 那大家常常去看語量統計嘛 可是這個東西它就沒有一些 那個它的roll data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你沒有辦法自己去做一些應用 或是一些統計 OK 那 因為是開圓人 當然這種事情就可以自幹嘛 那所以你就把它的那個structure data抓出來 那希望之後可以provide一個public API 給所有想做這種類似應用的人用 那這個project用了很多新的tool 這些tool是我在一兩個月以前 從來都沒有用過的 包括LiveScript是一個新的語言 它compiled到JavaScript 然後 Node.js上面有 Zappa.js Mongoose Mongoose 然後 Angular.js是Google的一個frontend的一個 新的framework 它蠻不一樣的 蠻有趣的 等一下可以看一些examples 然後 J的template 然後Less 來寫stylesheet 然後我用brunch這個東西去把所有東西 compile成一個static的site OK 那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很簡單的網站 叫opencwb 就是open的氣象局嘛 那它的server就是大概只有70行扣 clineside大概只有200多行扣 然後一大堆template這樣子 事實上不多 style style是比較多 總之全部大概是500行扣 那執行的時候呢 你就brunch build 然後它會產生public這個folder 然後你就跑一個server去serve它 還有 包括 剛剛要查詢那東西的API的endpoint OK 那brunch非常酷的地方是它有一個live reload功能 等一下可以看看 那總之這個是現在長的樣子 你可以去opencwtw 可以看到它現在的樣子 所以上面的資訊 我自己覺得是就是比較concise 比較簡短然後清楚我想要看的東西 包括風向什麼東西的 好 OK OK 因為剛剛有那個網路好像怪怪 我就用local了 那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一個很簡單的搜尋 就是你可以打遊歷區號 然後就 事實上這邊它自己跳出來 因為它有location service 它知道我們在南港 好 那你可以看比如說其他的地方 好 不是 花蓮 OK 打遊歷區號或者是打字都可以 它就會直接出現在這邊 OK 好 那 可以快速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那個search 然後它去把那個select field 東西改掉是怎麼做的 OK 所以search這個藍色的框 會跟這個紅色的框有點連結在一起 好 那在angular裡面呢 其實你只要寫 像這樣子的東西 藍色是bind的到這個search 就是說你有一個input 它是search 然後下面這個select area 它用search裡面的東西 好 然後呢這個select 它就會去改它 然後去把這個東西交進去 OK 那改成live screen的話 就會長得更簡短 那明天有個live screen 可以看 OK 那 我突然忘了要demo什麼了 總之 總之不是很重要 那 那 那 目前這個project是open source 就是在githart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希望以後可以加上 就是語量統計啊 或是說 就是大家該有open API的東西 都可以把它加上去 然後serve給全部的東西 OK 那王子在這邊 然後 歡迎大家來明天live screen的talk 謝謝 謝謝